真不错啊 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就是有点太安静了 我都快睡着了 一切正常还不好啊 话是这么说 但我们好歹是英雄 不找点什么事情做 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小心你的乌鸦嘴 你这话要是被怪兽听到了 真找上门来了怎么办啊 发生什么事呢 没搞错吧 你这张嘴真是开了光了 什么意思 这也能怪我 不说这个了 咱们得赶紧行动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怎么会 对来点真家伙了 烈焰出风剑 就连这个也伤不了他吧 可恶 我们的攻击对他一点用也没有 那家伙的攻击却能一击命中 陈飞 听我说 不如你尝试和雷霆摩托合体 他的分析能力出众 或许能找到攻破敌人的方法 好主意 光速凯撞 引逸雷霆形态 雷霆双剑 虽然还没有百分百确定 但我好像知道为什么物理攻击对他无效了 为什么 看到了吗 那家伙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 是半透明的 不愧是雷霆摩托 的确就像他说的 这家伙的身体实际上是一团没有实体的能量团 简单来说 就跟幽灵差不多 什么 幽灵 雷霆摩托 你怎么办 那就带怕了 姐姐不可以一直 这怎么回事 我最害怕幽灵了 雷霆摩托 你冷静一点 我害怕 你别跑啊 小鹏 危险 你们看到了吗 他的身体起了变化 我的身体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这回竟然打中他了 机会来了 流星空前 太棒了 这不是打中了 那就让好戏上演吧 他叫流体怪对吧 这家伙确实难缠 我们得小心应对 没错 他确实比之前我们战斗过的任何怪兽都要棘手 云瑶 你研究出攻破他的方法了吗 在此之前 你们先看看这个 这光是刚才 这个叫做泰克诺冲击效应 当两辆星园赛车恰好是一前一后 并以一个特定的速度行驶时 接触瞬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攻击光波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技术 我太牛了 不过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们 其实是因为 我也才第一次知道 原来泰克诺冲击效应 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也就是说 你也是在刚才的战斗中 才偶然发现的 嗯 没错 通常来说 星园赛车都是分开单独行动的 所以之前从未成功触发过这个效应 于是呢 大家都渐渐忘记了这个技能 更别说应用到实战了 也是 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如此鲜明 忘记了也正常 尽管泰克诺冲击效应 有可能击到流体怪 但仅凭两台星园赛车产生的能量 还不足以将流体怪 完全变为不透明的状态 要想达到那样的效果 恐怕需要 全体星园赛车的合力才行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需要我们五个人一起上 对吗 这主力听起来挺带劲的 好的 算我一个 不过 如果是两辆车可能还行 但五辆车同时碰撞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什么都没事 就开始打退堂鼓 这哪行 我就是有点担心嘛 有什么好担心的 行不行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好了 咱们抓紧开始练习吧 加速加速 大家都跟紧我 你跑得太快了 我们跟不上了 照这样下去 我们在第一阶段就得耗尽体力 你慢一点跑啊 我先走一步吧 来 急速防程车 你给我站住 你们俩别争饿 我看我还是找个地方歇会吧 大家都太我心我腹了 这样不是办法 我早就预想到了会这样 看来这次的计划有点悬 目前作战成功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三 看来让五辆车同时碰撞的确有难度 首先我们得绕着赛道跑 然后一一会合 排成一列 这样找碰撞的时机才能更准确 但是 这里头的角色该由谁担任呢 急速防程车速度最快 不对 应该反过来 配合速度比较慢的才比较稳妥 接下来 雷霆摩托 你是在那里思考作战计划吗 这算不上是作战计划 我只是在琢磨怎么样让大家更好的配合 才能让计划心得通 大家都先聚过来一下好吗 洛薛有什么事吗 关于这次作战计划我有个提议 我提议让雷霆摩托担任本次作战的队长 这怎么可能 我怎么能当队长呢 我不行呢 就是啊 雷霆摩托那么胆小 怎么能担任指挥呢 不是的 雷霆摩托拥有出色的分析能力 我对他有信心 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拿出勇气 接受这个挑战 勇 勇气 我倒是无所谓 那就让他试试好了 我也赞成 反正我觉得 肯定比烈焰出风车指挥的好 你说什么 雷霆摩托 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自己一次 洛薛姐姐 那好吧 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欠 我就不信 雷霆摩托能做得比我好 洛薛姐姐 这里的直线跑道我们得减速 因为飞檐跑车的提速比较慢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 给他留出准备的空间 我记下了 路线数据会相应调整的 还有行驶的顺序我也捉摸了一下 我在前面打头 然后接下来是 雷霆摩托 看来你真的很了解大家 我就知道 我推荐你当队长是明智的选择 别这么说 罗薛姐姐 我只是想尽最大的能力帮到大家 是不是队长不重要 我来为大家详细说明一下作战计划 我会先跑到最前面 然后你们按照顺序 依次跟上我 急速方程车 你先来 雷霆摩托 你跑得这么慢 我怕我会一不小心就超过你了 没关系 你先试试看 还挺有自信的嘛 那我就不客气了 虽然我未定是跑得最快的 但是我能够通过精准的飞行 守住自己的位置 你的头脑的确厉害 我幸福苟福了 今天我就听你的准位 接下来是丛尼越野车 你要小心控制自己 始终保持在急速方程车 和飞烟跑车的中间位置 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慢 能做到吗 没问题 控制节奏是我的专程 飞烟跑车 接下来是你了 你正常会入队伍就好 我们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调整 确保你能顺利跟上 真贴心 我会努力的 最后是烈焰冲锋车 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位置其实很重要 需要一个能纵观全局的人 时刻提醒大家 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没问题了 我喜欢这个评价 就是现在 泰克诺冲进 泰克诺能量达到规定数值 计划成功了 太牛了伙伴们 你们做到了 真不敢相信我们成功了 没错 咱们太了不起了 做得好 雷霆摩托 大家注意 刘体冠又出现了 这么快就要进行实战了 陈飞 从这里往北去 有一栋建筑物正在拆迁 那里视野开阔 非常适合作战 你能把它引到那边去吗 没问题 我去把那家伙 引到那边去 剩下的就看你们了 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滚出这里 你可终于出现了 等着瞧吧 这回我要帮你救个头 你要逃到哪里去 陈飞 赶着跳 按照刚才的演练行动 速度理想 雷霆摩托就是现在 准备碰撞 雷霆摩托 伙伴们 你们没事吧 需要帮忙吗 我来帮你挑挑 请不放车 处理月夜车 飞烟跑车 不自量力 你以为同样的失误 我还会再翻第二次吗 不怕告诉你 其实你们的计划 我早就看穿了 我们的计划 竟然早就被识破了 我早就猜到你们要故地成虚 所以我将计就计 你们此机会将你们世王打击 竟然被他反张了一句 没想到 我们这一次竟然轻敌了 好了 那该怎么处理这些家伙好的 如果不做点什么 他们肯定还会出来怪我的好事 快给我住手 你这家伙 快放了西渊赛车他们 你想干什么呢 你的这群伙伴 还在我的肚子里呢 你可别忘了 雷霆摩托 没事吧 我这是在哪 我记起来了 刚才流涕怪一击火车 把劲给我打开了 雷霆摩托 你没事吧 远远冲锋车 其他西渊赛车呢 你看那边 怎么回事 有了 我想到怎么把剩下的那些家伙 引救出来了 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没力气了 我感觉 我的脑袋被一点点的空间 不好了 赛车的能量在急剧下降 很快会撑不住的 看起来像是流涕怪 吸收了星元赛车的能量 再从机脚处释放了出来 那该怎么办才好 它应该使用的某种器官 把能量输送到机脚 那么只要找到这个器官 好 我马上分析 是先收拾你呢 还是先把星元赛车的能量吸干呢 真是太好玩了 卑鄙的家伙 我猫猫是没有用的 还不赶紧血身的话 你可就算也见不到你的朋友们呀 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 雷霆摩托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雷霆摩托 你在做什么呀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说什么呢 这次的作战计划 从一开始就被流涕怪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是我害得大家被抓住的 都怪我太不自量力了 雷霆摩托 我从一开始我就不敢做这个队长 笨蛋家伙 一次不行就全盘否定自己 这先话吧 雷霆摩托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说放弃 我一直都知道 你是一个被伙伴召向 做事又很认真负责的人 说实话 刚开始我确实是不服气的 但是看到你的付出 我明白了 你是一个愿意为伙伴 拼尽全力的好队长 利用冲锋车 只要不放弃 我们一定会迎来反击的机会 你一定要鼓起勇气 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先去打头阵 我会等着你和我并肩作战 队长 陈队别硬撑了 直接攻击我们吧 只要他还在吸收我们的能量 他就不会停下 先攻击我们 这样他的能量才会减弱 你才能有更大的胜算 没错 我们之后找凯莉兄弟就行 不用估计我们 先打赢他再说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我的朋友们 受到伤害的 哦 很感人吧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吧 先逃吧 我会让你为所为为吗 你话真多 给我消失一把 有我念眼出风车在 绝不肯能让你得逞 成也出现了 糟糕 小把戏到此为止了 别做梦了 我绝不会轻易放弃 只要我们坚持不信 就一定能等到反击的那一刻 你说的没错 那么 我也不能置身失望 雷霆木头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队长 对不起 让你久等了 别再走无谓的征诈了 就别挺凉的 这坚持是不会有任何改持的 才不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坚持不信 一定会打倒你的 这些话还是等进了我肚子里再拖吧 分析有结果了 果然不出所料 你们看 那家伙肚子上有个黄色的肚脐 那就是他用来传送能量的器官 既然找到弱点了 那就一击解决它吧 练练冲锋车 就按照我们之前练习的那样 好的队长 来吧 检验练习成果的时候到了 董家师 攻击它的肚脐 就交给我吧 好像能送流体怪的肚子里出去了 太好了 冲出去吧 练练冲锋车 雷霆活脱 谢谢你们 你们配合的真是天衣无风啊 练练冲锋车也很棒 对我来说仅值小菜一碟 果然 跟上回一样 两辆车的力量还是不够 这一次 我们五辆车合体 再挑战一次吧 但是 这太冒险了 她的担心有道理 这次你们的成功概率不到百分之五 相反 却有极大的可能性 因为失误而导致严重的损伤 我不能拿你们的安全来冒险 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没错 没有充足的准备就上场 的确风险很大 但是 战斗不就是这样充满位置和挑战的吗 说得好 所谓侠戮相逢勇者胜 就是这个道理 雷霆活脱 我相信你的判断 也相信我们一次吧 队长 既然大家都有决心 那我们就试试吧 我会用尾灯指示我的方位 大家跟着我的路线行动 出发吧 收到 这帮家伙 这帮家伙又想耍什么花招 我不会让你有可乘之息的 刚才算你们走远 这次没那么容易 西线赛车 看你们的了 一上来就难度不小啊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问题 没错 有老大在前面带路 很容易就跟上了 说得对 只要紧紧跟随队长 这次行动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走开 你以为你能拦的是我们吗 就是现在 太阁闹冲进 没问题 怎么会这样 我的身体竟然被你们搞成这样 你们这些傻伙 我去饶不了你们 这话应该我还说 现在 是时候让你为之前所做的一切 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陈飞的能量来源于她的朋友们 当朋友们陷入危险时 她的力量就会瞬间提升 是时候结束战斗 流星 飞拳 欺负我朋友的家伙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雷汀摩托 你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 是啊 简直让我们光目相看呢 别这么说 其实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喂 你们是不是太太具雷霆摩托了 这次作战成功 真正该感谢的人 是我烈焰出风车才对吧 是啊 你的后脸皮也很让我光目相看 要是你能稍微收敛一点也不是不能夸你 你们别太过分 不过要不是有烈焰冲锋车的那一番话 我可能也不会鼓起勇气 雷汀摩托谢谢你 天呐看看这心怀 雷汀摩托你真的好帅呀 我别别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天生的领导风范吧 嘿嘿嘿嘿 烈焰冲锋车 你真应该向雷汀摩托学习学习 什么 你们这群家伙竟然敢拿我寻开心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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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